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 这期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过 危险 逗逗完了 太猛了这个开场 他又赢了 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 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知道给我画饼 李月琴你行 你有天赋你能进决赛 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李旦还在台上说我 李雪琴天赋异禀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逗逗就应该选周期货了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 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 一会儿说大麻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 跑这儿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 那稿子里讲啥 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爬山嘛 姐夫你看我还有机会嘛 你说你都知道她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觉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我行自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的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耶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大张我 大张我听见嘎就有怀声 他就用自己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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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模仿模仿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心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仓 做了一把商务仓 但是我没想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心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台上 只要是个女的 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还在台上说自己脸大 他俩那脸夹一块都没有我大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王剑谷 他真是掌握了脱口秀 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王剑谷呀 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王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撑到决赛 我感觉这一季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吗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吧 跟裤衩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月芹 咱们友缘再见吧 你们好叫邱瑞啊 我叫邱瑞啊 我是个沈阳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 就作为一个外地人 没有钱的话 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 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到四班地铁 到河北只需要两班 而且我去租房住的时候 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馁的一句话 他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 我是想住郊区吗 我这地铁有瘾呢 这就是你的状态了 对对对 一股的愤怒 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我想住故宫 但没有钱你不想住郊区 就只能跟人合租是吧 家里东西坏的都没人修 我家那个卫生间灯泡坏了 就没人修 逼着你拿玉霸照明啊 那叫一个晒啊 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 你得扭动起来 不然就晒伤了嘛 跟那个土耳其口 我一个人离你发现了吗 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啊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是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是吧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 什么叫一局史 我跟中介说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妹你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他肯定要跟逗逗金之后一个人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 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图世壁 那么最起码家图十二壁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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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巧啊 啥房子冷角能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 是用别的房子 那个边角料 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杖 这挺好笑的 这太好笑了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这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形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扰不了我洗澡的节奏 我说它这三角形呢 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山龙椎啊 这个好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角 它给你成一个45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 给我把马桶塞在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 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脚 慢慢顺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 我现在感觉写一篇脱口秀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时常把握不住 现代网友的情绪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你知道每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上面发布的产品 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帮大脑 加了一年的板 一直要改变世界的产品 然后一经发出 所有发布会的弹幕 都带出来两个字 就这 我真的太讨厌这两个字了 我的匪夷所思 什么叫就这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大家对该进行案的事情不惊讶 对不该进行案的事情瞎惊讶 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 看到个最新的科技产品 就这 然后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 拿个水瓶 立到另一个人脑袋上 这个太牛 对吧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跟你说一个更惊讶的 刮死二手车新电商 买买菜车就跟买菜一样方便 线上买根本不用去线下 开七天不满意 免费退 假如科目对我这个段子不满意 那钱也已经花了 这个退不了 包括 狗头这个表情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表情 就是谁规定的说了一句话之后 后面加个狗头 就是开玩笑 你还不能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急了 我觉得狗头要是这么好用的话 我要穿越回古代 真的随便干什么都行 真的干什么都行 你们想象就宋江对吧 在徐阳楼上喝酒喝开心了 要写反诗 大笔一挥 有一说一 他日落随凌云志 敢笑皇朝不当负 狗头 第二天酒醒了之后 吓死我了 我还好加狗头了 皇上说你疯了 你疯了 你要干嘛 你要造反 没有啊 我加狗头你没看见吗 开玩笑的 这么开不起玩笑 大家快看 他急了 他急了 皇上说我不管那么多 来人哪 给我取下他的狗头 宋江说 这就急了 这就急了 这真的大乌语事件发生 我天 就离谱 我感觉现在 现在的我们 在学习和研究 一千年以前的 唐诗和诵词 就现在这种表达方式 我就很难想象 以后的人们学我们啥 你知道吗 就说你们能想象吗 就上课的时候 老是说同学们 来我们从书包里拿出 微博文选 翻到这个 二十一世纪语言见赏 几美们 通姐妹 通甲 通甲 这家店的下午茶 YYDS 朋友们注意 写着这么写 读要怎么读呀 底下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永远的神 不对 那叫永远低神 我继续往后看啊 我尝了一口 味道真是绝了 关于这个词用法 作者用绝了 形容一个蛋糕 我们猜测一下 作者的意图好不好 A 一般好吃 B 特别好吃 C 蛋糕灭绝了 回到文章 我尝了一口 味道螺旋爆炸升天 啊 我死了 同学们 作者真的死了吗 没有啊 夸张手法 夸张 最后 重点来了 狗头 都学过啊 有没有哪位同学 拿狗头造具 底下说 老师我有 老师 您讲的课 真精彩 狗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